让我们以扶梯为例,来进行编程吧。 先说明一下需要实现的控制内容。 扶梯的入口和出口,各自安装了通过检测传感器。 当进口的通过检测传感器处于开的状态时,照明灯点亮,停止的扶梯开始启动。 当走下扶梯后,出口的通过检测传感器处于开的状态时,照明灯与扶梯将停止运动。 输入触点分配为 X1为入口的通过检测传感器。 X3为出口的通过检测传感器。 输出触点分配为 Y0为照明灯。 Y3为驱动扶梯。 T形图如下。 请将立体的程序通过GXWorks 2编程后,写入练习样机中的PLC里。 请确认一下动作吧。 作为通过检测传感器,在当按下X1按钮时,照明灯、红灯与驱动扶梯的电机将会启动。 下一步,作为通过检测传感器将线位开关X3调为开,红灯熄灭,并且电机也将停止。 请按下GXWorks 2中的F3,通过监控模式再确认一下吧。 如果程序正确的话,将会实现下面的程序运行。 按下X1时,Y0和Y3的灯点亮。 大家进行的顺利吗?